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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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的相聚 在他的脚前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来思想失败其实不简单 这个题目 在我们这门课中间 我们曾经多次的来思想 来了解来学习 到底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的失败 那么当我们有了失败以后 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说一个人在人生中碰到一个重大的失败之后 我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是我们需要在中间有学习的 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诚实的勇敢的面对我们的失败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要从我们的失败中去学习功课 学习教训 好让我们这个人能够不要再重刀覆射 好让失败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 那第三个步骤就是我们在重大的失败之后 我们应该要学习安静 等候在神的面前 借着安静等候的这段日子 好让我们这个人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 也让我们这个人在灵性方面可以有一个真正的成长 借着失败的痛苦 让我们更紧密的来依靠神 我们学会什么叫尾声 我们学会什么叫对付罪恶 我们学会什么叫舍己 我们来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带下那个复活的大能 借着这样子的学习 我们一个人才有可能进入到重新再出发的这个阶段 那么当我们进入到重新再出发的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说过第一件事要学的 就是确确实实的知道我们要忘记背后 那么接着呢 就是要努力面前 那这个努力面前这一方面 我们说过一个人要努力面前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要知道我们目前当下 当务之急是什么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把问题搞定了 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做计划 那在我们做计划的时候 当然所有做计划的人都懂一件事情 就是做计划就要定目标 今天很多人在做计划定目标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们并不懂到底什么叫目标 你知道一个人活在地上 只有有目标的人才会真正的成功 是因为有目标的人 他知道他要往哪里去 他知道他要什么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样成就 是没有目标的 就自己这样子发生的 他都是经过一样的一定的程序 把一个梦想变成了一个目标 把目标执行出来 变成了一个成就 所以我们怎么要定目标呢 有几点我个人觉得 是值得我们来注意来学习的 如果我们今天去问一百个人 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相信我们得到最多的答案 恐怕是快乐 富有 成名 健康 有的人说爱情 但是让我告诉你 我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目标 那些只能够说是一个愿景 那些只能够说是一个梦想 一个梦想可以成为目标 必须加上时间的底线 不是有一天 是什么时候 一年 两年 不是说我要有钱 而是说我要有多少钱 要什么时候有这个钱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明确的目标 我们就没有可能知道 要达成这个目标 有什么困难 要做到这个目标 有什么我们需要学习的 有什么需要我们来预备的 所以第一个目标一定要明确 第二个 没有一个人的目标是定下来就不改变 一个人的梦想可以永远不改变 但是目标是达到梦想的一个小阶的 一个一个每一个阶段 所以每半年或者是每三个月 或者每一年 我们都应该回头来看看 我现在这个目标达成的怎么样 应不应该被修改 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一个人能够成就他的目标 我们必须要跟神合作 那在我们跟神合作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三方面是我们需要做的 当然我讲的这三方面 是建筑在我们已经跟神 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基础上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努力 今天很多人都有很好的目标 也有很好的理想 但是为什么他的理想跟目标 在他的生命中没有成为实际呢 那就是在努力的这件事情上 他不肯付代价 当他做一做 当他发现 这个很难 这个很辛苦 他就放弃了 所以一个人 如果你有了很好的理想 你有了很好的梦想 你有很好的计划 有很好的目标 但是你不肯努力的 让你的目标来实现 不努力 目标 白达 一个人除了愿意 他上了电脑 他上了电脑 把功课拿出来 下载了一下 看看题目 想一想 不知道今天股票怎么样了 就跑到股票那里去看一看 不知道那个什么事情 又跑到别的地方看一看 不专心 不受约束 这里弄弄 那里弄弄 怎么有一个朋友 一个短信来了 一个短信来了 我跟他讲讲话 我跟他什么 再应付一下 两个钟头过了 功课做了没有 没做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不受约束 这个人随随便便 这里碰一碰 那里碰一碰 没有专意 没有专心 所以一个人 努力 花了时间 花了代价 还必须要专心 如果不专心 还是不成的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一件事 我们重生得救以后 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尾身的人 我们真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了 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呢 就不能够浪费 因为 这些时间 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 我们要把它买赎回来 我们要好好的用这些时间 今生非常的短暂 而在这短暂的今生里面 神要我们用这些时间 预备我们这个人 在永恒中 能够讨他的喜悦 在永恒中 能够彰显他的荣耀 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事情啊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神要我们成就的是这么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哪里还有时间浪费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使用时间 要珍惜时间 要抓紧时间 一个人把目标定清楚了 我们才知道说 我人生的意义 我人生的挑战 我这些美好的人生 这一切的事情 才能够连在一起 事实上 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阻止一个 有理想 又有一个意志 去把他的理想变成计划 把计划变成目标 把目标变为实际的人 很难有什么东西 会拦阻这个人的 如果有一个人 他有一个梦想 他说我 希望我将来可以到美国去住 这是一个很好的梦想 你盯了这个梦想 那你要就有目标了 什么时候去 要多久以后去 你这个目标定出来 你才可以下一步想到说 我现在有目标了 我三年以内要到美国定居 那你就要问了 要达成这个目标 有什么困难呢 英语行不行呢 有没有什么机会呢 钞票怎么样呢 我这个人的个性 有什么问题呢 一个人活在地上 当你定了目标以后 下一步就是要好好的分析 达成这个目标 实际的困难是什么 当你把这些困难都列出来以后 你才可以有下一步说 好 根据我现在有的这些困难 我应该怎么做 如果不明确地知道目前的困难 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做 当我们针对这些难处定出了实际的步骤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地去解决 如果是英语不好 那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怎么样改变呢 你说今天很多很多人都讲 哎呀英语不好没办法了 我现在就是在补习也没用啊 我没有这个环境啊 不是的 我就认识一个人 他从内蒙古 移民到美国 跟他的老公在一起 哪里知道他那个老公死没有良心 居然跟一个小御书混在一起 就把他给修了 他人身地不守 没有朋友 没有亲人 没有英文的能力 没有工作的能力 突然之间被赶出门 非常的痛苦 但是这个姐妹 她知道她要什么 你就看 她就是知道说 我现在当前第一个问题 要把抑郁解决 每一天啊 在那里背啊 在那里练啊 抓住每一个机会啊 去学习啊 去 后来她真的 居然考上了美国的老师执照 而且她现在生活过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你知道你的困难在哪里 你知道这是神叫你做的 你就相信一件事 神不会叫你做一件事不给你恩典的 努力的去做 有的人说 我现在钱不够 钱不够 当然你就要想钱不够怎么办 是增加收入 还是减少开支 才能够达到你的目标 你就要去 去分析 那在这个 进行目标 要让目标成为实际的过程中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觉得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弟兄姐妹的 那就是我们要学着走信心的路 那如果照着中国大陆的说法 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 知道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但是神确实应许我们 他要带领我们 所以在走在迈向目标的路上 我们是一步一步的走 很多人都希望在人生的道路中 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地图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 是神给我们人生的道路中 没有地图 只有指南针 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方向 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每天生活的详细规则 但是神却丰丰富富的 把他的旨意 把他的计划告诉我们 人生的道路中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 那就是当我们专心仰赖 耶和华的时候 他必指引我们的路 而且一人的路 是越走越光明的 在迈向我们目标的道路中 我们有的时候会走得快一点 有的时候可能走得慢一点 重要的不是快慢 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停下来 今天很多人一停 这个目标就完了 以色列人跟着摩西出了埃及 想要到应许之地去 可是中间有一个红海 后面有追兵 前面有大海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 是被追兵杀死呢 还是淹死在红海里 正当他们抱怨的时候 神的命令 神的命令 临到了摩西 在出埃及记 十四章十五节那里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 往前走 意思是什么 下海 开什么玩笑啊 你知道当摩西 把红海分开的时候 那个第一个 有胆量走下去的人 实在是了不起 我将来到天上去 我要去见见这个人 我一定要了解一下 他当时心里怎么想的 他怎么有这样的勇气啊 如果是我 我可能说 再祷告祷告吧 神你再给我一个印证吧 或再给我一句话吧 你知道红海分开 两边的海 立在那个地方 随时会逃下来的 我走到一半 他下来怎么办啊 这个叫做 凭信心往前面走 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 常常缺乏信心 是因为 我们不像以色列人 受够了埃及的痛苦 所以我们还觉得 留在埃及也不错 可是他们 因为受尽了痛苦 所以他们知道 他们必须来依靠神 必须来依靠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的人生中 我们 为什么信心会长大 让我再说一遍 是因为在神的恩典里 神允许了好多的难处 好多的痛苦 好多的麻烦 好多的失败 临到我们 让我们的信心 一点一点的长大 这是为什么 罗马书告诉我们说 万事要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 得以处 努力面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只是要做计划 努力面前 要提醒我们 面前 面前 就是活在当下 今天很多人都在想说 好了 我想好了 我的理想 我想好了 我的计划 我现在订好的目标 等我 稍微不忙的时候 我才开始来做 或者是 等我这个房子修好了时候 我再开始来做 或者等我的孩子 念大学了 我再开始来做 请记住 施不珍说得真好 什么叫做未来 什么叫做以后 就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来到的明天 你知道吗 明天永远不会来的 因为当明天来的时候 它已经不是明天了 它是今天 圣经形容我们人类 好像云雾 一下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今天不懂得活在当下 我们不晓得珍惜生命 永恒的神 他的存在是从永远到永远 然而神 却珍惜生命 珍惜时间 而我们这些人 却不懂得时间的宝贵 我们需要 求主怜悯我们 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在那里想明天 不要为明天忧虑 神要我们专注的 是当你把计划做好了 当你把目标确定了 你就努力的 把今天的事做好 明天交在神的手中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常常 已经把计划也做好了 目标也定好了 然后就坐在那里想 明天怎么样 后天怎么样 如果这个会怎么样 弟兄姊妹 花时间幻想 未来是没有意义的 是要是要活在今天的里面 把今天当做的事做好 诗篇118篇 第24节这样说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 要高兴欢喜 这是现在是 就是今天 今天是耶和华给我们的日子 我们活在今天里面 高高兴兴地活在今天 所有的忧虑 明天的事 不用想 西伯来书三章 13节这样说 总要趁着 还有今日 天天 彼此相劝 只要我们还有今天 要珍惜 要抓住今天 所以每一天早晨起来 当我们跟神 祷告完了以后 我们就问自己 今天 我应该完成哪些事情 今天我应该把什么做好 因为今天很重要 希伯来书三章七节这样说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注意 不是说以后如果听他的话 今日 顺服主 不是等以后来做的 要听神的话 就是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记得 人生的道路中 过去的都已经过了 再多的眼泪 不会改变我们的过去 再多的后悔 不会改变我们的过去 请我们记得 明天 永远不会来的 不管你多盼望明天来 明天永远不会来 神赏给我们的 神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就是今天 所以 一定要问自己 我今天需要完成什么 帮助我们的 弟兄姐妹 到了晚上 当我们要休息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回头来看一看 我今天 我今天 有没有达成 我今天 应该做成的事情 一个人 在他目标定好了 在他执行的 那一些细节的里面 定得越仔细 他就越容易衡量 自己做的 是不是达成了 我所希望做的 那我在这里 要提醒弟兄姐妹一点的 就是当你在 希望你今天一天 完成什么事情的里面 不要忘记 一定要留下一点空白的时间 有一些人 他在做每一天的 希望的计划里面的时候 他以为 他一天有48个小时 结果他每天 希望做的事情 是把他打死了 他也做不完的 结果呢 他就每天都活在 挫败的里面 每天都觉得 自己好糟糕 自己好差劲 怎么什么都做不完 弟兄姐妹 记住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目标 我们实际的实行 必须是 非常的 务实的 你知道很多人呢 他可以有很伟大的一些理念 很美的想法 但是一个人活在地上 不务实 英文叫做不practical 不面对现实 这种人的人生 是注定失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定出的这个 实际执行的东西 今天我要做什么 你把它定的 是绝对有可能 可以做成的 那为什么说 一定要有一点空白在那里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人 活在地上 如果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没有一点点的生活 是我们把它设计为 什么都不做的 我们的计划 里面有任何一项 稍微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空余的时间 去补上 去完成 那个我们今天 所应当完成的目标 那我们的失败的可能性 就相当相当的大 所以如果我们给自己 每天都留一点 余地 这个余地 如果在神的恩典中 我们这个余地 可以让我们今天一天的计划完成 这当然是很美 我们感谢神 如果真的在神的恩典中 真的有一小段的时间 是空在那里 什么都不要做的 弟兄姊妹 这也很好 因为要记得 所有的图画 它如果真的美 都有一些空白的地方在那里 你我的人生 除了要努力 除了要忙碌 也需要有些空白的地方 是让我们可以反思 可以让我们享受的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 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中 纵然我们有失败 纵然我们有难处 我们永远在你的里面有盼望 求你教导我们 怎么样靠着你的恩典 过每一天的日子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 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好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祂必将同地道教寻我们 我们一样信他的道路 因为世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恩典 耶和华的恩典 比出耶路撒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你